据报道,作为网络防御测试的一部分,俄罗斯正在考虑短期脱离全球网际网络,测试预计将于4月1日前实施。 俄罗斯的这一想法,可谓由来已久。 早在2014年,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,就曾讨论过断网问题,并多次表示要建立自己的网络。 同年,俄罗斯通讯部还进行了一次大型演习,模拟关闭全球网际网络服务的场景。 去年6月,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披露,俄罗斯军方正在建设一个巨大的云网络,以便让其情报系统离网执行,并在2020年前面投入使用。 作为举足轻重的网络大国,俄罗斯做出特殊时期,脱离全球网际网络的测试。 需要从国家战略和未来发展的高度加以审视。 俄罗斯此举,其实并不让人意外。 网络空间曾是一片荒蛮之地。 美国独步网空,为所欲为。 直到斯诺登事件犹如扎雷,惊醒了世界。 去年美国公布的国家网络战略赤裸裸地标识了美国网络领地,彰显著先宁的特朗普式办事风格。 美国一家独大掌握国际网际网络管理权,以及强大的网络空间军事力量部署,使其他国家满有安全感。 因此,随住世界各主要国家网络主权意识觉醒,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,揭竿而起,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选择。 网络空间的角力,也将不断加剧。 俄罗斯不是挑战美国网络霸主的唯一一家,也绝不会是最后一家,无独有偶。 最近美国扬言制裁印度,取消其最惠国待遇,从而引发两国贸易关系紧张。 其导火索,便是印度对电子商务的新规定。 近年来,印度日益重视资料安全。 在2018年初的一次内阁会议上,莫迪就表示,那些容纳数百万使用者资料的伺服器,应该位于印度境内。 2018年5月,印度央行要求各家线上支付公司在10月前,将所有使用者资料,储存在印度伺服器上,还要求亚马逊在印度本地设立资料伺服器。 这看似是商业层面的小动作,但能够触动美国的雷霆之怒。 足可见网络霸权,在美国国家战略当中的地位。 可以预见,美国在网络世界中,一强独霸的位置,将受到越来越多的直接挑战。 而其回击的动作,也势必越来越直接和强硬。 近期全球网络网络领域这两起事件,虽然内容不同,但殊途同归,都是各国在维护自身网络空间主权,安全与发展利益。 这些举措,说明斯诺登事件唤醒的国家网络主权意识,已经走向时间阶段,博弈将进一步加剧。 其实,美国主导的国际网络网络计划架构,经过数十年发展,优势和部族皆越发清晰,尤其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。 主动塑造网络网络新架构,正在成为一种趋势。 此次俄罗斯启动断网测试,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一种不同于美国一统网络天下的新结构出现。 对现有网络结构进行优化不可阻挡。 这无关封闭开放,而是面对网络安全的心腹之患。 一个负责任政府提升自己网络空间控制力的必然选择。 网络空间风乍起。 于无声处听惊雷。 作为世界头号网络大国。 中国的选择至关重要。 中国既是万龙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者。 也是乌镇峰会和平发展四项原则的倡导者。 面对网络空间纷繁复杂,争端家具的态势。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倡议,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赞许。 这个方向不容动摇。 考虑到中国在网络空间、数字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中国具有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令共同体的天时地利人和。 目前,需要将顶层战略转化为详细行动。 努力建设网络空间新架构。 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。 以包容的态度。 体现中国智慧,形成中国方案。 推动更多中国对策,成为世界选择。 本文由树木计划支援。 新兴国际出品。 首发在今日投票平台。 新兴国际篇。 新兴国际。